Morning 大家早上好 今天呢 其实刚才听了很多嘉宾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视频当中 其实我们的开源开放 不管是我们软件的开源开放 还是我们以OCP为代表的这种 硬件比赞的这种开源开放 其实呢对整个这个我们的cloud 对云计算 其实产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推动力 那么刚才一会儿这个嘉宾呢 是在讲就是我们有很多新的一些技术 新的一些设计 实际上你再不断地推动这个cloud 这个云计算的一些变化 那么今天呢 就是我作为这个云计算 云计算的一个成绩者 我们会从这个应用的那样的视角 就是云的这个应用的这个视角 我们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这些新的技术 那么怎么样推动我们基础的这样一个cloud 基础的云计算 这方面的一些变化 我们用的一些新的一些趋势 那么首先讲呢我们云计算 实际上需要用户需要的 那么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呢是我们需要为客户来降低成本 所以需要就是有更低的成本 那么需要有极致的这样一个性能 那么有更为残性的基础设施 那么有更为残性的基础设施 有这种计算力的这个 向人的这个驱动应用 往前去进行的这个发展 那么就是我们新的计算是云边缘 和我们端的这个结构的这种计算 那么在当前的这个云计算这块 我们认为就是各方面的这种新的变化 推动了我们新的这个云计算的模式 往前去发展 那么一块儿我觉得 在今天的主题是看来的 我们的结合就是硬件 我们新的一个硬件技术 推动了我们云计算 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第二个就是新的模式 比如像搜索的模式 第三个就是智能的模式 第四个就是我们刚刚还讲的边缘 那么我们在硬件这一块儿 我们在通用计算的存储 在网络在一个计算这一块儿 我们有很多新的模式 比如说像我们存储 比如我们今天有 比如说像Intel的这个Open 像AT这样的方式 那么网络的我们有这个 25G 100G 已经广泛的应用 那么在软硬接触方面 我们有这种像DTK LTDK 我们有新的这种协议站 有这种新的这个Upload的方式 那么带来的是我们在软件 在软件的比赛上 我们去做的像新的野情 新的分布是协议 新的现成模型 那么给用户带来的是更高的这种性能 更低的这样的成本 比如说像我们新的一间公司 像Cloud Native的数据库 像Neurogo的存储 等等等等 实际上这一块 其实最近发生了 最近发生了一些神困的变化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在AI这样的一个时代 所谓的这个异构性 我们逐渐的由这种特例 由这种通用 像更专用的方式去发展 只是像我们在做 我们自己也在自己做这种 我们叫昆仑 昆仑的这个芯片 那么我们作为原因来讲 我们下半年也不会说 基于昆仑芯片的这样的一个计算实力 计算的运数物体 那么这个运数物体呢 其实整个的这个性能 或者是性价值 我们需要做到这种业界质量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要求这个芯片呢 它能够实现完整的虚拟化 也就是说一个芯片 可能能够分配多个云路 多个食品去进行使用 同时呢 还有更多的这样一个协助力 协加速力的作用 比如说像和马上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比如说在地质方面 我们需要以更低的成本提高 提供更好的这样的性能 那么比如在网络这块 那么我们以前呢 可能纯靠热剑去做这种云的这个摩托 那么今天呢 我们是有了很多 主要的硬件鞋子的那些方式 比如说我们的马上的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马上的 把这个我们的协议站 把我们的这个分布置的这个 这个块层里的这个高绿的这个全端节奏 比如把我们的这种 比如说像VS1的这种鞋器 那么我们全部把它 把奥托转到这样的一个马上的地方 那么使得呢 我们能够获得极致的性能 基于这些东西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 做新的这个云产品 比如说我们 基于白蓝兔的物理机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实力 同时呢 我们可以用到新的这种云磁款式 使得我们的这个白蓝兔的实力呢 它的可管理性就有大 有非常大的一个增强 这个呢 在此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 当然 进一步呢 我们会做这种 整个 开快的托车 使得我们推出的这种 云的主机的这个实力呢 既有裸金属这样的一个性能 又有一个传统于武艺的这样的一个 园典性和豪若的这样的能力 那么 在存储这些 比如说我们的这样一个块存储 大家都知道 其实 云磁盘 那么分成 我们在云上的一种盘 分成本地化 和分布式的这个块存储 那么分布块存储呢 它有很多好处 比如说我们管理更迷惑啊 那么我们保护啊 很快 对吧 但是它的缺点呢 就在说 它的性能是不如本地的 巴斯的这种地层 那么今天呢 我们有了新的这种 网络的 呃 比如说我们有 二十五一百地 我们有了 RDNA 我们有了新的这种 啊 存储戒指 我们其实现在推出的产品 就是 推出一款就是 叫做 Near Logo的 GRP的 Near Logo的 这个 这个 Block Storage 它呢 既有就是 接近反地的这个 吞幅和延迟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会有这种 云磁分的 像快罩配分地 对亚长一较的一种合观点性 这一方面也是说 我们转应一点 邪词的一个 邪词的一个结果 那么 呃 呃 在存储里 比如说我们的对象 我们今天呢 其实现在介绍的 很多的是 这种 标准的 我们的这个 呃 老的这个 存储 或者是 咱咱们这样的东西 那么今天呢 我们 要用这种 带库 我们要用磁带 那么 来接触到这个 对象存储当中 我们提供了一个 归打的这个 归打的存储模式 那么 这种归打的存储模式呢 使得 我们单 单货这种 带库的容量 会提升得很高 那么 单GG的存储成本 会急速地下降 那么 当我们推出这样的一个 东西的时候呢 其实 比我们 以前做的 对象存储里面 最老的那一打 其实它的成本 仅仅是那个 存储成本的 百分之十五 所以说呢 这一块儿其实 我们是有一个 接近一个数量级的 一个成本的一个 降低的 这一块儿实际上 在很多的场景 是有一个 非常大的 性价值 那么 在存储流域 我们再举个例子 大家看 就是在这个 尤其在 经济学习和 HPC那里呢 我们是有大量的 非结构化的小文件 需要去抵取 需要去铁路的 但是 传统上呢 其实我们 是在用一个 全傻的 所有 全傻的 全傻的 存储系统 来承载它的存储 那么今天呢 我们把整个 这个存储系统的设计 用吸引解构 重新 吸引解构之间 重新去做一些比赛 比如我们把存储系统的 原数据 把它的开出 我们用更高性能的 就是英特尔的 奥特来去承载 那么我们把贼的 承载这一块 用比我们传统的 更低成分的 比如QRP去承载 那么推出了一款 就是适合于我们 经济学习的 一个承载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么 它能够 在读写和合格的 程序 与纯图的这个产品 其实它准备了 这个Io件 是没有太大差别 差别和超过百分之间 我们曾经测试 从1亿到80亿 这个文件 文件数从1亿 涨到80亿 其实整个 对文件性 访问性能的降低 就超过85 那么 相对于其次的传承方案 我们说的这个成本 能够降低22 降低22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 的一个设计 那么 刚才讲的是 我硬件 给我 新的硬件 或者是硬件 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变化 那么 第二 接下来的一个趋势呢 我们 其实本人 这一方面 一直在提到这个 我们认为 就是下一代的文件 我们上一代的文件 就是我们的主机实力 我们的存统 就是我们大家最常见的爱子 那么今天呢 从爱子 从爱子 我们接下来 雲基算物上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我们认为呢 是ZeroLess ZeroLess 那么什么是ZeroLess 或者是为什么是ZeroLess 我觉得这边有几块的原因 那么 无福气 带来的好的就是 使得是说 我们作为 站在用户的这个视角上看 那么 那么我们有更好的这种弹性 更好的成本接着 使得我们的用户呢 是专注于自己的这种业务的这样一个容器 而无需去关注自己底藏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那么平底底藏资源的这种盐厂 那么所有的这种资源都是按需提供的 而且是很细备和按需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我们也有些这个叶子庞的一些这样一个例子 那么 我们未来的几年 其实对AW的说 它最重要的趋势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它的回答应该是 在肯定哪儿和蓝牌上 在肯定哪儿和蓝牌上 那么ZeroLess 我们判断就是 将它会未来云计算 实际这种默认的这种计算范围 那么在很大程度上 可能会去期待我们今天的这种 基于服务器的计算 那么我们如果梳理一下 我们如果梳理一下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说我们从底藏资源的时候 我们是从这个物理机 对吧 到虚拟化 今天到云 再到函数 其实到ZeroLess 那么从这个我们应用的家庭来说呢 比如到从CSPS 那么到后面的这个SOA 到微服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种方式 方式 就是函数计算 这个趋势呢 其实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 那么适应这个趋势呢 其实我们今天在 整个这个SeroLess化里面 我们也会做很多的这样的步骤 那么以前的传统的 我们的云计算 会变成一个技术 比如像我们的VC 我们的VC 我们的VC 我们的SORRY 那么我们提供新的SeroLess化的基础是 比如像我们的安全容器 冷气多余热 存储极度分离等等 这样的一些技术平台 那么给客户提供的产品呢 我们会分享两类 一类呢 就是通用的Genderal SeroLess这个服务 比如我们的Function Service 我们的这个容器实力 函数编板等等 APIP类的家庭 那么同时呢 我们会对我们 传统的这样的云服呢 也会把它变成一个 SeroLess这个 专用的 Comanda Service这个服务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WC 举个例子 那么WC数一下 以前我们可能 打印度比较多的 像AWC 像ERR这种 对吧 那么我要去 接受地下来 我先去 训训一个实力 对吧 那么 这一 part 其实还是一个 那么今天呢 其实呢 我们需要自己去提交认识 这就是我们 发生了大熟机 decoran 包括我们的神组 包括我们的这个 想的就是 会序统一系列的指向 我们的所有的这种模式 那么接下来一个区域是智能法 我们前几年一直在乎一个词叫做自制 比如说数捕自制 也就是说我们在考的时候 比如对数捕来的 比如C code的指入 C code的教员 这一段话靠人来考试 就是人来做的 那么今天其实是说自制的这些词 就是说它这个系统能不能刺我还是什么 今天我们有了人工智能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武器 那么使得我们的基础的实力 也能够完全做到自制 比如说我们通过大致主义的统计 通过AI的这种技术 我们使得我们的基础的实力 能够适应智能化的机会 那么代表代表的是 我们降低成本 提高效应 优化体验和提升管理的呢 那么举两个例子 拿我们的这个存储系统来讲例子 我们今天呢 实际上对于存储系统来讲 刚才讲的我们的对象存储 其实呢分了 从性价值上分了个比 比如我们第二种可能防性能最高 但是它的单Gb的存储系统也挺高的 对吧 那么我们可能往下推出一个低频的 低频呢 它的伤性能就比较低一些 但是我的存储系统也更低 我们还有一个存储 刚刚我们还介绍了 它有被归打的这种技术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 我们靠客户 我们靠我们的用户 把认识到自己的数据 到底归到哪个地方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阅译是在于非常麻烦的 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提供这种 智能化的生命周期 也就是说 数据的这个流动 不再依靠于客户的感知 而是依靠于我们自动的这样的 它的一个数据冷革程度的一个判断 那么今天呢 其实我们就业内所发了一个 智能生命中期观的一样的课 使得客户的数据呢 在刚才讲的这些大次当中呢 我们可以自由的这种活动 为客户能够结束成本 那么如果我们的宝贩公测用户 反馈了 我们单发馈的消费 相比以前客户的自己管理 能够降低百分之三 这个是贴贴的 我们的客户能够带来的 这种自身的这样的价格 那么再举个例子 比如像我们的这个安全 那么以前的安全呢 其实最多的就是说 我们需要不断地去更新色类 就是有新的危险 安全困惑 有新的这个危险 我们就要有新的这个色类 那色类是需要不断地去升级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 这个智能化的这个补区 我们会推出一种 整个这个减发呢 我们的这个安全的大化 相当于我们需要把整个的这个 这个感知数据呢 进入一个汇区 通过我们的这个模型 通过我们的专家系统 去进行安全思维的这个分析 那么同时呢 使得再来的发挥到我们的安全的 这样一个设置单位 那么这样其实形成一个闭环 自动化的为公共提供这个 一个共有保障的这个 安全的这样的服务 那么这就是我们港体运用 分析 决策 四位推出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证件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呢 就是这个我们刚才的 我们的专家说一下 就是边缘的边缘一份的这个 发展确实和运用 我们今天其实从应用的角度来说呢 边缘计算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可能 比如说我们就地的这种处理 那么我们提供更低演细的这种数据的分析 更好的这种娱乐互动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从边缘的计算师来说呢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计算计算师分成 就是我们传统的IDC 对吧 IDC在里面呢 我们CDN也可以成为一路边缘 对吧 那么CDN呢 能复盖到什么或者城市 那么在下呢 随着我记得到来 我们可能还有MEC 对吧 MEC呢 同时是复盖到一个小区或者楼宇等 那么同时呢 我们在物联网上 还有真正的这个端 那么如果使这四种形态的计算 端 边 云 能够斜的计算 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新的模式 那么从网络这块上 我们也是希望高代团体验证的网络 全面拥抱这种边缘计算师 那么刚才讲其实Clonic的 或者是Zerox的这个模式 其实是对边缘计算 对云边阶级的计算 有一个计算范围上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俗进的一个作用 那么顺略这种形式呢 其实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这种 云加边加端的这样一个计算的一个解决方案 比如说在边缘上面 我们可以提供S 我们也可以在这边上提供这种容器 提供这种计算的这样一个能力 提供这种S1网络的这样一个能力 提供S2网络的能力 那么同时呢 我们怎么去分发计算呢 我们需要这种S2网络分发计算的方式 比如基于我们的房间S2网络去分发 通过我们的智能的转态 智能接约的转态去进行分发 这样一个能力 使得这个云边端真正以后协同性 那么今天呢 其实刚才分享了几个趋势 真的谢谢知识呢 今天有很多新的技术 新的模式 而使得我们今天的云计算的内行呢 往前去做了一些大的一个扩展 我们今天 我们接下来这个云计算呢 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变化 深刻的变化 我觉得和传统上呢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这一块呢 我们感动云呢 也是希望我能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样的一些就是 技术的奇迹 在我们这样的收益 今天我就分享大家谢谢 谢谢